大家好 欢迎回到《妄向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有个许禅 另外还有我们的新西兰 易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看到一宗事件似乎是与内地游客有些关系 是的 很夸张 可能中港的饮食文化去餐厅等等 或者大家的心态有什么不同 什么也好 所以引起这些争吵事件放到上网 都很值得大家一起分享 分享 讲解 讲解 是的 话说有一对男女在沙田的一个商场 打算去一间餐厅吃饭 可能他们虽然两个人 看到那个时间又看下好像六点多 好像餐厅都没有什么人 这么多桌子 可能觉得松动一点 两个人坐了一张四人桌子 有没有经过职员的大位 进去一夜就进去 当然他有他的态度 职员也有自己的工作需要 就去跟他说 先生小姐 不好意思 麻烦你们调一调 你们两个人 不如坐两人桌 其实理论上 我不知道台阳会是什么态度 如果我的话 我也会遭遇人的 如果真的有 估计可能有四个人的话 如果他们就坐不了这张四人桌子 但我们又压多了他两个吉位 是不是 不好意思 我自己也会 如果店家要求的 要你调一调位 举手指下来 起床换个位置 一样可以继续吃饭 是不是 没问题的 出现这种情况也很常见 一定的 如果你开餐厅做生意的话 六点多了 待会七点左右就有很多人坐在墙上了 你现在希望坐尽他 做尽他 坐多一个位置 做多一个位置的客人生意 就在黄金吃饭时间就不要浪费 谁知道这个女的已经立即发电了 为什么这么多吉位都要我调位 有没有搞错 我坐在那里了 我们看到他在玩手机 已经有点怨气 很辣 这样吗 怎么应付他 怎么招呼得到他 这么麻烦 我觉得已经算是做坏规矩了 餐厅方面也会请他喝免费的饮品 那真的是做坏规矩 扭下来你就给他一杯饮饮吗 他个个都乱坐 你又给饮饮的更得了 我也一定会学他 下次我去这家餐厅 坐一大轮 然后有杯免费的饮饮 挺好啊 抠他的员工就看不到时间 煮了一声坐下来 然后叫你调位置 不行啊 我正在坐 又有饮饮了 这些坏东西就千万不要学一下 可能喝会肚痛也不一定 先说一下 究竟是什么事呢 他都说不免费的 他说要全账单免费 不是吗 不是吗 只是乱来的 请你吃饭 无端请你吃饭吗 不懂你啊 大佬 因为他觉得这家餐厅就没有礼貌 就是要求他 没有礼貌 你自己是什么礼貌呢 我一条戏 什么啊 我是客人啊 大佬的 我来吃饭吧 客人大佬吗 那怎么会给钱啊 你是客人要给钱啊 你倒闭啊 如果我不给钱 我不来吃饭 拯救你啊 工作也不能做啊 吵我啊 类似的心态 如此类似的 如是就说不得了 除非你全账单免费 哇 当然你现在不需要了 很霸道啊 没可能啊 我全账单免费 你全部叫最贵的什么龙虾 还得了的 包心刺铜还得了的 什么这样说的 谁不知他继续大炒大闹 中途甚至乎扔坏人家桌面的碗 哇 不是吧 扔坏人家背的 他反而伤到他自己 龙虾 哦 那就叫死吧 你为什么扔坏人家赔钱啊 伤到他自己又怎样啊 你自己负责吧 他还很困难 然后还说自己 我要点这两个套餐 店家方面就不太理会他 他吃错药啊 为什么要理会他 还是他没有吃药呢 为什么店家会不会帮他下单呢 因为你又说要全单免费 待会你吃完你不给钱 就说我跟你说了我免费的 你为什么收我钱啊 待会搞到又要报警的话 其实不是不报警 只不过是怕麻烦 你吃完之后还麻烦 还要搞得还要有时间 因为你要报警的话 又搞到有职员又要招呼你 又要招呼警察 又要落口供 又要失去劳动力等等 所以其实店家方面 真的希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少一事 没错 店家当然不理会他 我会请你我先说清楚 他用普通话继续打 你听不懂吗 下单快点啦 我要再见你吃饭 快点快点 要再见你吃饭 他就丢了心口 然后后来就搞得很大件事 因为应该是他扔坏了碗碟 你没理由这样 其实如果你不注意 把碗碟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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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碟 如果你去扔坏碟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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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碟� 看影片如何安慰他 好啊 好 1 2 3 去片 你给我看这条法律 去地方吃饭 不可以控制他们的玩 打你的法律 我不明白为什么 控制他们有什么问题 哇 真是够了巴辣 打你的法律 和香港法律 对不对 香港也没有法律 要在餐厅调位上有任何规管 事实上 应该的意思就是 香港的法律 如果你这样去到人家店铺 打烂别人的东西 那我是否可以叫你 不可以的 应该是 碰碎去碗 你给我看这条法律 去地方吃饭 碰碎 即是不可以碰碎他的碗 正常来说 吃东西碰碎了 理论上是没问题的 如果你是扔东西 或者是泄粉 就不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到 画面中间对上的位置 有白色镜头 这个未必能拍到阿姐 可能第二个镜头 就会拍到阿姐 当时 究竟是否刻意去认为 这是另一回事 所以 不要以为自己 这么霸至霸 这个很重要 我们看到那位男士 都用手隔开 好像听得到那位男士 是说广东话的 不知道他是说普通话的 内地朋友 还是女朋友 还是怎样 如果是女朋友 的话 我们也肯请这位阿哥 千万不要放生他 继续跟他在一起 是吗 他实在是 没错 一头长相尸首 直到永远就最好 没错 就是和他多些吃饭 帮忙安抚他的情绪 到最后 警方如何处理 我不知道会不会拘捕他 其实看到这个男女 游客的感觉都挺浓厚 你说是否不熟悉香港的座位安排文化 我觉得也未必的 其实内地也有很多不少的餐厅都不错 而且也会设计 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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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还要全账单都免费 我觉得真的太过分了 你哪有这样的事 我觉得只是跳了阶 跳了阶 什么无理的话都能说出来 人就是这样 为什么会这么容易跳阶 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他会不会本身有一些精神问题 有可能的 正常来说 人家叫你换一换位 照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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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瓜环 立食 两食饭 这个是没有怨言 还有在小轮上 极速吃八食一汤的餐 也可以 但只要他转位 也要你请他吃饭 这么极端 两极化 有这么大的反差 很吓人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 很难说 所有内地旅客都是这样的 有些内地旅客很遷就 但很明显这个女孩很难遷就 我始终认为正常人不会这样 他应该是跳了按针 精神出现问题才会这样 不知道后来怎么处理呢 我看到刚才视频 警察也来到 他还是这样发疯的 真是夸张 如果根据在餐厅工作兼职的经验 告诉我通常都是没办法的 多一事不宜少一事 也不想小事化大 可能希望赶快去走 速速离场 急急着 驱邪驱鬼 驱邪驱鬼 赶快走 这些瘟症就算了 想趕快拿出桌子 做生意 做下家 不要影响那些人吃慢了 因为每个都只顾着看东西 拍片 拍摄 阻止其他人吃 他们本来也想下单 看完那些东西 查解 送来了 都放在那里不吃 顾着又拍片 是吗 会不会这样 原本打算叫个小吃 都不用了 吃花生都吃饱了 那倒是 很惨 所以现在香港地方租金贵 生意难做 把握黄金时间 赚多一元一元 就是这样 静起上来 你看到 这位阿姐和阿哥进去的时候 都没有什么人 不是说全天后 突然旺牆嘛 那他叫你逗一逗位 谁猜到吗 叫你逗位 你就发疯了 对吧 请你喝东西也不肯 对啊 还给我请我喝东西也不太开心 我试过一次在餐厅吃东西 可能是西式餐厅 有披萨 有沙律 有意粉 他首先来了披萨 然后再来了意粉 接着吃到尾了 接着差不多吃完这两天 他才来回了沙律 倒转了 通常来说 倒转了 通常我们都会觉得 算了 吃完都可以了 虽然次序有点不一样 最后那间餐厅也不错的 那间餐厅的经理主动来跟我说 那个沙律 我们上来 来得迟了 都觉得不好意思 说会请我吃那些 你说请我呢 即是我不会说发难的 什么法律 这个沙律 这么说 我不明白 我会不会说这些 会不会突然爆去瓶 什么什么法律 我不会这样骂人 算了 都吃完它 没所谓 倒转就倒转了 但人家如果主动请我吃 我觉得这部门也会更好 信很多 不请我吃 不请下次可能不是 你照吃吧 我都会照吃 我觉得OK 我都不说 那么肯定一定要先吃三天才吃其他东西 也没说这样的 都可以接受 不过感觉会舒服一些 如果你说又要 请我吃完这些全餐饭 叫你调一调的位置 全餐饭免费 还需要做生意的 不用做了 不可能发生的 我想都是 要么就跳了按针 要么就是玩东西 不是这样的 是吧 希望这位阿哥好好对待这位朋友 好 那我们今次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